南方澳豆腐加海域的珊瑚 在日前被潛水客發現 有被釘上銀釘 事件曝光之後 海保署舟承認 該銀釘是委託了屏東海生館的研究人員 進行珊瑚監測所設置的 是要用來定位 也強調是釘在死亡珊瑚的骨骼 以及岩石上面 沒有對珊瑚造成傷害 或許會對於執行的方法進行討論 並向地方來說明 但是有學者認為 根據照片來看 銀釘是釘在活珊瑚上面的 旁邊白畫的珊瑚就是證據 在南方澳豆腐甲 潛水源一前下水 看到一根長15公分的銀釘 直接插在珊瑚上 造成周邊珊瑚死亡 現場一共發現6根銀釘 份兒將照片PO網追凶 如今確定是海洋保育署 委託屏東海生館研究人員 進行全台珊瑚監測 為了潛水源定位 才會將銀釘釘在珊瑚上 但潛水客多不認同 這樣的定位方式 然後通常像這種定位問題 畢竟我們都會覺得說 是在破壞海底的狀況 這樣所以我們都不太會這樣子 海保署表示 這次委託屏東海生館的 珊瑚監測調查計畫 去年就已開始執行 共監測全台60個點 包含南方澳豆腐甲 要透過科學監測 掌握台灣周邊海域珊瑚 年度狀況及長期變動 判針對氣候變遷 對珊瑚造成的威脅 也提出對策 面對爭議 海保署強調 銀釘釘入死亡的珊瑚礁或 岩礁上 並沒有釘在火體珊瑚上 但中銀院研究員認為 銀釘確實是釘在火珊瑚上 旁邊白化的珊瑚就是證據 如果長期以這樣的方式定位 珊瑚白化的部分恐被藻類附著 彼此經過競爭加上人類干擾 如藻類滲出變得繁盛 恐影響更多珊瑚的生存 他認為即使是做學術調查 也因避免對生物產生損傷 記者林靜倫宜蘭報導 記者林靜倫宗